比如說馬英九他的回來的這件事情 我肯定他在大陸的表現沒有超出他的這個這個以前的論述 那也是遵守中華民國線這沒錯 可是馬英九的這一個他認為他的成就未必幫國民黨加分 這是第一個因為他的路線不一定國民黨路線 第二個馬英九這次回來以後我剛講嘛 蔡英文的養分全部給賴清德 蔡英文不能再選第三次了這樣觀眾朋友清楚了 蔡英文不能再選第三次 可是觀眾朋友不是我也很聳聽的 馬英九是完全可以選明年2024的總統的 那你說他會不會呢很簡單 等到下禮拜下禮拜 如果有任何有公信力的單位 民調做下去馬英九有20%的話事情就改變了